2020年9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了一场关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受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午时分,一辆礼兵车行驶在北京的长安街上,由国兵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高情红旗的礼兵分裂道路两侧,尖枪礼兵在台阶上庄严助力,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这等庄严与隆重的场面,正是献给这次在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中做出杰出表现的人们,他们目前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网红团体。 根据表彰大会上的共同决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中医药专家张伯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除了这四位奋斗在抗疫第一线,并且在科研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以及指导性意义的国家英雄之外,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还为1500名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500个先进集体, 2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150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新冠疫情是1949年来中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而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各位树内, 用三个月左右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并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他对此次抗疫工作十分满意,表示,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习近平还指出,中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 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 当然,众多外媒对此次抗疫表彰大会的举办,表现出了不同的看法。 比如,某外媒评论员表示,这次庆功大会实际上是一次以歌功颂德来掩盖责任的宣传, 还有的说这是在美国大选前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施压。 小编认为,不管这些外媒的质疑是有理有据也好,还是满怀妒忌也罢。 在事实数字面前,中国的抗疫工作的确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那一个, 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而为这次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个人与集体,绝对值得表彰, 值得让全国人民为其鼓掌。 不过,此次表彰大会依然留有遗憾, 那就是缺少了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身影。 虽然他已经在疫情初期不幸牺牲, 但是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抗疫成功最为关键的要素, 因为他为这场战斗取得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那就是时间。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细心的网友们发现了李文亮的缺席, 纷纷在其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对其缅怀。 现如今,李文亮一生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数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所有的留言无不都在向其致敬。 表彰大会可能会忘记了这位英雄, 但是他却永远驻足在人们心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